我在武汉大学上学 那个时候 我家在县城 其实家境肯定不算差 但是在那个年代在武汉上学是 这个所有的生活人家起来 其实家里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在这样的条件下的话呢 当年我努力学习啊 赚奖学金来养活自己 我拿到了当时武汉大学 算是奖金最高的奖学金 叫光华奖学金 两千块钱 这个同学们掌声 不热烈我的理解 因为大家知道两千块钱是多少 在那个时候我付的工资 大概四十到五十块 肯定比雷军奖学金要付钱 反正我在心里就暗暗发誓 等于有一天 我希望我有能力 十倍 百倍 一万倍的还给武汉 所以今天的这个捐款 就是还给 是没有办法还清古大的更新了 先把假设金的事情掀掉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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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